为了持续推动圆明舞蹈新语会 曾经受邀到国内外各大舞台演出的踏身体剧场 搬迁到崭新的练舞场 离开使用五年的艺术公僚 期待届时平台可以连接花莲在地的艺术能量 发展属于东部在地的圆明身体语言 清柔优美的鼓调 让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踏身体剧场离开陪伴五年的艺术公僚之后 在形成家里村 以展现的面貌重新亮相 艺术总监瓦旦也期许这未来 能够成为艺术表演空间 其实我们刚看到这个场地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场地可以做学习很多 不单只有我们舞团的排练或演出 然后它可以是变成连接 就是不管是花莲或是台湾的一些表演 说的一些团队 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些 而且做很多事情我觉得不只有表意 也许艺术相关的 或是跟这个在地 家里村的 有一些连接都是OK的 应该说我们 那个旧的场地五年之后 它这个阶段 来到现场之后 我觉得我们带有 我们原来的累积的东西 来到现场地之后 我觉得是要在更多的能量跟更多的连接 让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更更有意义 处理延续艺术工僚的能量 未来泰身体剧场 也会规划多元剧场工作坊 以及在地连接活动 行诉东部圆明的舞蹈肢体新仪会 花莲宪政部表示 仍然会持续协助从事艺文创作的团体 瓦旦也提到 从事艺文创作是一条充满挑战的路 需要面对经营管理 及资金筹措等现实面问题 而也期待更多关心 东部艺文发展的各界朋友 给予协助 延续现代艺术的创作能量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